大陆著名的《财经》杂志 以公共裙带为封面故事 详细报道了女富豪李威的发家史 暴露出中共高官的性丑闻 有的高官因为李威已经成为裙下囚 但李威却逃过刑事审判 在去年底获释 目前暂居香港 李威暗示中共官场裙带资本的真实剧本 如何惊吞蚕食国家经济 请看报道 14日出版的第四期《财经》杂志 以公共裙带的万字封面故事 披露了在中国政商两届呼风唤雨的 超级高官情人李威的发家历史 更暴露了败倒在李威群下的 至少15名省部级高官 他们勾住了一个腐败同盟 李威赢得高官公共情妇的称号 1963年出生的李威是一名法院婚血儿 70年代以越南难民身份进入云南 90年代 他通过当时担任广东公安厅 刑侦局局长的郑少东 取得深圳香港两个身份证 财经报道说 原云南省省长李佳延 原山东省委副书记 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 钟石化董事长陈同海等 都与李威有男女关系 报道中暗指 现任上海市委书记的 政治局委员于正生 也曾涉入与李威有不伦关系 而且原财政部部长金仁庆 原外交部部长李昭新 包括为透露姓名的安全部高官等人 都与李威有染 财经还披露 李威在高官中除了情妇的身份外 更大的作用是能帮他们运作权钱交易 通过他的周旋 高官手中的权力 往往能兑现成巨额财富 在一次与杜世成优惠时 李威让杜世成把青岛最美丽的太平角 批给他的公司 从中获利8400万元 李威与杜世成建立亲密关系后 渗入青岛地产界 但他操控的多个项目向来低调 少为人知 而在陈同海送的大礼包里 包括中国石化控股的泰山石油 一次股权转让中 李威一个半月就净赚2亿多元 几年来 李威由难民变为女富豪 成功女企业家 身家百亿 她在北京 上海 山东 广东 福建 香港 注册20多家公司 涉足烟草 地产石油和金融业 2007年6月 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 因受贿1亿9573万多元 被判死缓 创下中共官方公布的 贪腐案件数额之罪 但或死缓 却是因为杜世成案发 情妇李威将陈同海牵出 法院认定他的行为构成自首 从今发落 不过李威因涉巨额逃税 在2006年10月被抓 但去年底 他未经刑事审判就获得释放 获释后 李威深居香港 多数资产仍然得以保全 四年间 部分资产仍有增值 经济学家认为 裙带资本主义 是一种畸形的市场经济 背后的交易 多数被司法审判忽略 如果法治不利 暗示中的权贵与裙带 仍有可供生存和膨胀的时间与空间 新唐人记者唐言 周平综合报道 辛惡 周平综合物